这块响卡的价格能买三台PS5 或者买五个Switch 亦或者买五个XSS 如果20块钱一顿饭 大概能吃500次 这块响卡太贵了 我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们引用一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如果你买一辆20多万的SUV家用车 这个价位很普通 买不了必别 如果分期两年 那么这两年的每个月 都要还一块这样的响卡 一共要还24块RTX4080 这么来看 这张响卡就没那么贵了 爱因斯坦你好厉害 我们还是说游戏 对于普通电脑用户来说 2500多块钱的3060Ti足以 2K分辨率无压力 对于普通游戏玩家来说 3500块的PS5 或者2000块钱的XSS 也足以胜任 目前绝大多数游戏 用1080P分辨率 也可以很爽的玩沃龙和暗黑斯 我之所以要买这1万块钱的响卡 目的就是为了在玩游戏的时候 不再纠结 不再憋屈 比如生化危机4 统治版 体积部关不关 开直接拉满 光线追踪开不开 开直接拉满 头发质量关不关 开照样拉满 舒服 不仅如此 玩游戏的时候 响卡GPU的占用率 7-80% 风扇还很安静 得劲 如果响卡占用率达到99% 看着就难受 看着就焦虑 这是我的需求 至于说游戏玩的怎么样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自己舒服就好 公益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我感觉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是在利其器 各位不要学我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自己玩的舒服 玩的爽就行了 我买这个响卡 也就是为了体验一下 什么是PC Max 到底PC Max 比PS5好在哪 好多少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真的 好 我们下着